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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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时间老去 就算无唤醒意 慢慢靠近 调整呼吸 相遇而游到水里去 我要时间 都留给我 云的安静 风的调剔 和你看年华日夜调剔 我要时间 你留给我 趞羽 睡吧 此刻妈妈没有担心自己 反而却还在担心我 她的手有些凉 我能清楚地感觉到 她只是表面平静 他不想把内心的恐慌 传递给我 我是义帽集团董事长 我可以代表集团 向各位保证 一定给各位 一个好的交代 一会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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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总 你说这常见他也真的是 他真的愿意去 傻到当一个替死鬼 利益面前 有几个人能看得清楚呢 跟你估计的一点都没错 易钦东这不起 还是下到常见这儿的 那就要看常见 他怎么想了 易总 这 怎么回事 陈建东 在易茂集团的股票交易当中 涉嫌内幕交易 由证监会移送到公安机关 由于涉嫌金额过大 最终被判为有期徒刑十年 我不知道易钦东到底承诺了他多少好处 但我知道的是 他进去没有多久 他老婆就跟他离婚了 带着孩子改嫁了 他父亲由于没人照顾 很快就病逝了 十年 十年 对于一个男人来讲 不算长 但也不算短吧 尤其是宝贵的黄金十年 也许 出于后还可以重头再来 但是失去的 能用金钱来弥补吗 这件事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我相信 你内心已经有了判断了 说到底 我不希望 你成为下一个陈建东 我们打个读好不好 你已经走到悬崖边上了 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危险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 如果你现在不主动做点什么的话 那你很有可能成为 下一个被牺牲的陈建东 我们打个读好不好 都你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陈建东 如果会 那对不起 你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十年 如果不是 那恭喜你 至少在易茂集团 我不会成为你的敌人 易总 我想知道 您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因为你的女朋友 她来请我帮你 当然 我也不希望你自送前途 防人之心不可悟 这句话没错吧 cze tek 等等 等等 你们这是干什么 谁允许你们动我东西了 这是公司人事部 让我们来这里收拾东西 整理办公室 你要是有问题的话 你去问人事部好不好 把那个电脑先拿走 等等 dann 等等 别动 我告诉你 这电脑是我的 里面有很多我客户的资料 弄丢了 你能负责吗 这个电脑它是公司的财产 不是你个人的 对了 把你那个工作证交出来 从现在开始 你在这里所有的权限 都被取消了 谁给你的权利这么做 易总同意了吗 他允许你这么做了吗 我告诉你 就是易总指示人事部 让我们来做的 你要是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找易总 易总 等等 等等 易总 我问你啊 到底出什么事了 怎么我的办公室和公牌 都没有了啊 出了这么大的事 对你停职调查 这不很正常吗 别别 您别跟我开玩笑 我不会真的有事吧 你真不知道啊 相关部门 都已经介入调查了 检查机关说 在你的账户上 发现有一百万的不明收入 何一那是你收的回扣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钱是您 是您发给我的奖金啊 是您发给我的奖金啊 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姨某什么时候 给你发这种奖金 长剑 这个事 你可不能忘我身上在啊 不是易总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长剑 我把你提拔起来 让你负责整个格兰城的项目 你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易总 我看出来了 您这是在让我顶雷啊 您不能出而反而 说话不算数啊 你负责的项目出了事 你不负责 你告诉我谁负责 可这个事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呀 对不对 建筑材料公司 是通过您的介绍 才介绍进来的 我只是签个字而已 这这怎么能让我一个人负责呢 你刚才说是谁签的字 是我签的没错 对啊 你签的字啊 不找签字的人负责 你说我找谁负责啊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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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您说我不会有事的 您说即使我出了事 您也会帮我的 你 你 你不能分脸不认人呢 监睛 监睛 你别激动啊 你当时收钱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 会有这个后果 不过年轻人 犯点错误难免的 这个事情 你得回去好好想清楚 你该承担的责任 你就得承担 我只是签个字而已 这怎么能让我一个人负责呢 你刚才说是谁签的字啊 是我签的没错 对呀 你签的字 不找签字的人负责 你说找谁负责 这个录音是场景给我的 这里还有一些 跟格兰城相关的资料 有问题的地方 我都已经标注出来了 您 看一下 不像话 真不像话 不像话 听说 舅舅最近 总是我澳门跑 手气可能不太好 一时轻急 被拒心不良的人 钻了空子 也是在所那面的嘛 这个混账东西 老毛病有犯了 老公 您别动气 再伤了身体 当初 我就不该把地产 从你那儿交给他 现在他出了事 还需要你这边来收拾残局 还好有你在 要不然我得被你舅舅给气死 情况是这样的 幸亏发现的吉时 属于早期 您确定是早期吗 这 是不是说明我妈妈就有救了 你先不要着急 按照我们目前对乳腺癌的分析 你母亲的这种情况 属于早期的二期 肿瘤不大 按照国际上的标准 这种患者五年的存活率 应该能达到75%左右 当然了 还要具体看病人的身体状况 病情的发展 很多东西 不能百分之百保证 按照现在对乳腺癌治疗的经验呢 我们争取在五年之内 不谈死亡 治疗的方式也有很多选择 我现在建议呢 是立刻进行手术治疗 切除以后再看情况 选择综合的治疗方式 你呢 回去想一想 怎么跟你母亲说这个情况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从死身手中 抢回了黄金时间 你要做好事 当年妈妈查出晚期的时候 甚至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被动治疗 默默等待离去的那一刻 别 在知道自己是癌症晚期后 平日里爱笑 爱闹 爱打趣的妈妈 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最开始阶段 甚至不接受任何治疗 一心想选择放弃 妈 那时候的我 怕什么都不懂 妈 甚至也选择了逃避 来面对这件事 妈 你不要一个人 现在想起来 你冲得好不好 我心里还是一阵阵的难受 虽然经历过这一切 可想到这些 我心里还是打鼓 到底要不要告诉妈妈真相 该怎么跟他说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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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书店的咖啡厅等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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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经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经 之前我特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告诉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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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但是 哎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永远 我怕被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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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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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我就 中文字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枿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